哈喽,屏幕前亲爱的糖果精灵们,欢迎光临到我们今天的国学启蒙课堂。 在经过了前两节课的学习,我们一起去走进了幼学琴林,我们也会发现原来在我们中国古代文化当中有那么多有智慧并且很有意思的故事。 那么今天这节课呀,我们将继续去探秘遨游,大家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吗?我们学习还是要养成老习惯,先去温故而知心。 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前几节课的学习当中都学习了哪些内容吗? 老师来简单的提几个问题,我们跟随着糖果老师去动脑筋思考。 我们上一节课呀,讲了幼学琴林当中关于科技的这一部分。 大家还记得在古代的科技考试当中分成哪几个等级吗? 有一开始的相识,对不对? 好,那么接下来是会识,最后是电识。 请回答在电识当中的第一名被称之为…… 什么嘞,这么远发出声音啊,我们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课堂当中来。 好,第二名就是…… 哎,有朋友说榜养,对吧? 第三名就是盼花。 好,孩子们,那么咱们也会感觉到,原来呀,在我们中国古代历史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文化,需要我们静下心来,去真正的穿越到古时候,才能够感受得到。 老师也要求我们屏幕前的宝贝们,至少要把我们前几节课学习的,又学琴林的部分, 去给它能够吟送下来。 有能力的宝贝,我们可以把它背送下来。 那么在我们尔雅课程结束之后,唐国老师会举办就是讲故事大赛的笔拼和这个经典吟诵的大赛, 到时候会有许多的奖励,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要爱马上,对吧? 赢在我们的第一步。 好,那么今天这节课的国学拐啊,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一部启蒙读物, 它就叫三字经,一谈到三字经,屏幕前许多的宝贝们都会直接云爱的江口就来。 人之初,性本善,性将近,习相远,狗不叫,性乃千,叫之道,贵义专,不了不了不了,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是不是以前光是凭借着自己的了解去背诵三字经, 那其中有许许多多的智慧和它的分门别类,我们并不是十分了解呢? 那么今天这一节课呀,我们将去整体的了解一下三字经,并重点学习三字经当中有关于历史的这一个板块,现在让我们先去预读微快吧。 三字经 它是我国的传统启蒙教材,在中国古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 三字经起财典故广泛,它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编文、地理,还包括许多的忠孝结义以及做人的道理呢。 由于它在格式上,三字一记朗朗上口,依其文充足、圣口、日记等特点,使其以百家姓、新字文,并称为中国传统盟学三大读物,可称三百千。 三百千。